那你说这个韩国鱼的庶民的部分 你说这个他是这个99分100分 我认为不止了 早就已经破表了 怎么说破表呢 很多场次是韩国鱼不需要去 而且根本不需要打着韩国鱼 或者是说李嘉峰的名字就能够爆棚了 比如说像这个大家很清楚 现在的庶民起义 庶民起义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直播组 就清贸就我们这个清贸 那清贸这个他只要他出来 我相信几乎就爆棚了 现在军军也很红 军军出来军军也会爆棚 文三伯出来也会爆棚 这个就是现在就已经万亿到 你不需要是韩国鱼的本尊 就能够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成效 所以在庶民这一部分 他是无庸置疑的 绝对是超过百分百 那至于说在于国民党的这一个地方派系 我是认为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在这边报个料 韩国瑜在礼拜四礼拜五要到我们桃园 那私底下 我经由他台的记者 地方记者 当然他台地方记者 他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但他是支持韩国瑜的 私底下跟我联系 他说希望这一个大佬 非常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大佬 希望韩国瑜能够跟他见面 这是整个如果靠过来 整个就是相当于是带枪投靠 你知道吗 那这个不是只有一个 不是只有一个 这就是因为他对于 蔡英文政府的这几年来的一个不满 所宣泄出来 那这个可能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了解 那所以你说派系 坦白讲 派系 大家眼睛也真的很亮 国民党这一次 你如果韩国瑜没有当选的话 你这些派系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没有存在的价值的 蔡英文政府 他们在仇庸 那个是你没办法想象的